我从小被狼王捧着长大 某天,我听到狼王喊我名字,压抑难耐 我以为他受伤了,着急推门而入 却没想到狼王立马翻身幻化出圆形朝我嘶吼 原来的衣服落了一地 狼王瞪着星红的眼睛,滚出去 等我真滚了的时候,他又后悔了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作为狼群里唯一的人类,我是陈旺捡回来的 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陈旺当上狼王后,我更是肆无忌惮 满狼群没有我不能去的地方 今天,我拿着邻居狼阿姨头喂的麻辣兔头去找陈旺 却在房间门口听到他滴滴换我的名字 喊一句传三句的 我还以为他要死了,着急推门而入 没想到他立马翻身幻化出了圆形 朝我嘶吼,滚出去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陈旺,你凶我 他依旧保持着狼的形态,尾巴危险下垂 星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出去 寻长狼看到他这副样子能吓尿 可惜,我不怕他 我好心给你送麻辣兔头,你凶我 上次我换衣服的时候你闯进来 我都没生气呢 现在因为我没敲门就进来,你就凶我 我冷喝一声 你完了陈旺 我立马回家收拾行李 正好我大学开学 有不明所以的小狼来找我 秋秋,咋了 又跟老大吵架了 没有,你们老大叫我滚 哎呦他哪里舍的呀 哼,那你就自己去问他吧 说着我背着行李离开 陈旺对我上心 虽然我人在狼群 可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一点也没落下 陈旺亲自找老师来教我的 人类该有的考试啊证书啊 我也应应俱全 这次开学 将是我脱离狼群 走向文明社会的第一步 短短几天 我已经跟摄友们打成一片 下课后 我跟摄友一起回宿舍 眼间发现 宿舍楼下窝着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头上的狼耳还时不时冒出来 我满头黑线 让摄友先回去 悄悄揪住其中一狼的耳朵 在这干什么 被我抓住的狼熬一嗓子 被其他几只狼急忙捂住 我松开了手 抱着胸看他们表演 一只眼泪汪汪凑上来 秋秋 你这次放假回来吗 不回 你们狼王叫我滚来着 没错 我记仇 面前的狼人急得抓耳挠塞 老大那就是气话 他就是嘴硬 别扭 你看他哪次最后不是顺着你 我不管 狼人一拍脑袋 对了对了 我们有证据 说着掏出了手机 点进一个视频 陈旺坐在上位 夹着根烟吞云吐雾 看不清面容 旁边传来小狼的声音 老大 这次放假 我们去接秋秋吧 不接 随他去 我 放视频的狼 当场挨了一锤 蠢货 放错了 不是叫你放那个后期配音的吗 我搞错了 我掐着没心 得了 你们快回去吧 秋秋你呢 不回 几只狼鬼鬼祟祟翻墙离开 我回了寝室 设有担忧地看着我 咋啦 秋一 刚刚那几个是兽人吗 嗯 不是 你看错了 摄友还是一脸担心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真的不是 那就好 兽人很脏的 不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是啊 在人类世界 兽人是肮脏的贪婪的 跟兽人混在一起 是会被抓去电击治疗的 但在兽人世界里 人类又好到哪里去 被无故侵占的领地 看似平等 实则胁迫的和平条约 因为想研究兽人强悍的体能 每年掉进实验室陷阱的兽人 不计其数 在这种双方几乎不共戴天的背景下 陈旺将我一个人类幼崽养大了 甚至养得很好 那 不过是被他凶一次 我也没什么不能原谅的 心里琢磨着 怎么找借口回狼群 刚瞌睡 就有狼送枕头 小狼给我发消息 秋秋啊 你快回来吧 连带着一串哭哭表情包 我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 回他 陈旺又发疯训练你们了 是啊 求你了 只有你回来他才会收连点 得 给我准备麻辣兔头 包的 陈旺那点毛病我知道 一不爽就发疯虐那些小狼 五公里负重跑 十公里变速跑都是家常便饭 但只要我在 他就没空盯小狼们 我绕过人寿边界线回了狼群 陈旺看到我 冷着脸收队 我黑黑一笑 拎着一袋麻辣兔头根 在他屁股后面 回到家 他一头扎进浴室 我在外面啃兔头 余光瞥见 他裸着上身出来 精壮的腹肌上伤痕交错 水滴顺着人浴线 没入浴巾 我朝他吹了声流氓哨 练得不错呀 陈旺顿时拉上了衣服 陈秋毅 你已经十九岁了 所以呢 我不解 陈旺对我来说 一兄一友 但不管哪种关系 我都能看他腹肌呀 陈旺恨不得将衣服拉到头顶 所以男女受受不亲 你应该学会换衣服的手锁门 学会不要跟陌生男性共处一事 也不能对男性吹流氓哨 你需要在人类社会 构建一段正常的健康的人际关系 机里咕噜一大段 我只有一句 可我是你养大的呀 陈旺垂下了眼眸 语气落寞 是啊 所以显得我更禽兽了 我嚼着兔头 漫不经心 你本来就是 狼吗 禽兽吗 陈旺脑门上轻筋一跳 出去 嗯 这么突然 等等啊 你别扯我 我连人带兔头 被丢了出来 陈旺已在门框上 没心微不可查地促整 以后没我允许 不准回狼群 嗨 莫名其妙 半个月朝我发疯两次 他没脾气我还有脾气呢 走就走 这次绝对不回来 小狼说 陈旺又在虐他们了 求着我回去 我没搭理 小狼说 其实陈旺早就后悔 让我滚了 天天对着手机 琢磨着给我发消息 我看着空档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停留在一个月前 不信 小狼又说 陈旺打算在我放假时来找我 更是无稽之谈 我压根没放在心上 转眼到了假期 我跟摄友们约好了 一起出去玩 买奶茶 逛百货 去小吃街 虽说现在兽人的文明程度 也很高了 但在饮食方面 依旧跟人类有很大区别 此时我看着琳琅满目的小摊 馋得挪不开腿 看着都好吃 看着都像爆炸 两手一摊就是买 摄友凑过来逗我 邱逸你买这么多吃的玩吗 我低头看了手中的七八九个袋子 才反应过来 我把小狼们的份都算上了 想着带回去给他们尝尝来着 但我还在跟陈旺冷战 则 我将东西一分 大家一起吃吧 摄友一哄而上 吃完后 我们继续转战下一场活动 班级团建 我请客零食 就有摄友提出承担打车费 临上车时 我余光瞥见 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摄友催促我 我来不及看清 只能先上车 心中存了几分疑虑 班级团建前半段还算正常 吃饭 唱K 破冰玩游戏 后半段 大家熟络起来后 就疯多了 喝的东西 逐渐从饮料过渡成了低浓度酒水 玩的游戏也从飞行棋变成划拳摇头子 我不会划拳 缩在角落看着人傻乐 忽然 一股子狼胃飘过 我愣了一下 以为是闻错了 就没放在心上 摄友在我身前挥了挥手 找什么呢 我们玩国王游戏 一起来啊 他们简单讲解了规则 抽到光牌的人可以命令任意人 做任何事情 还挺有趣的 我跟着加入战局 有来有回完了好几把 摇饼干吹纸条 深蹲俯卧撑什么都玩了一遍 我乐得嘎嘎大笑 萦绕在鼻腔的狼胃也淡了包 心意局开始 有人拍桌而起 大家都成年人了 晚点成年人该玩的 他亮出了自己的国王牌 二号跟六号亲嘴十秒 在一众鬼吼鬼叫中 我掀开了自己的牌 六 笑容一下将在脸上 国王嚷嚷着让大家亮牌 我祈祷是摄友们抽到二号 事与愿违 我捏着牌站起身 看向桌子对面 同样站着的那个二号 一个人是不到两个小时 我连名字都不记得的陌生男性 我们俩似乎将游戏推向了高潮 国王有嫌不够 他掺了好几种烈酒在酒杯里 不亲的也可以选择喝酒哦 说着还掏出打火机 在杯口上点了一圈 蓝色的火焰腾空而起 亲个嘴而已 没关系的 就是成年人了 不要这么玩不起 亲嘴不会醉 这酒一口下去 受人都顶不住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些尴尬 摄友试图打圆场 话说一半就被堵了回去 对面的男生温和笑了笑 如果你很为难的话 有人搭上我的肩膀 秋意 别破坏气氛啊 摄友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里外不是人 只能咬着牙答应 硬着头皮走向那个男生的几步路间 一股清晰的狼胃从鼻尖窜过 这次我很清楚 就是狼群的味道 甚至可以确定地说 是成旺的味道 等我想在寻着味道辨别方向的时候 却早就散了一干二净 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把 我直直扑向那个男生 其哄声瞬间此起彼伏 再意识到成旺 可能也在场后 我就放弃了亲嘴的想法 我抱歉地朝男生笑笑 退开身 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众人愣了 这酒真不是闹着玩的 摄友顺势提出带我离场 也好 回宿舍的路上 几个摄友都密切关注着我的状态 晕不晕 想不想吐 吐出来会好受一点吧 我表示没事 就是胃里烧得慌 小时候偷喝邻居狼阿姨 藏在树下的桂花酿 也是这种感觉 那会晕乎乎从树上栽下来 正好就栽在了成旺怀里 舍友们准备的解酒药 跟温水都放在床头 我迷迷瞪瞪吐了两回后睡着了 在醒来时打开手机 被一连串不带停的消息 轰炸到睁不开眼 那消息足足谈了三分钟才谈满 我点开了微信 好几个酒酒家 看得我两眼一黑 随手点进了某个聊天框 小狼们哭天喊地的消息 框框砸过来 秋秋阿老大真疯了 他把狼阿姨所有桂花酿都刨了出来 喝得烂醉还不让我们管 秋秋你快回来吧 一起发过来的还有个视频 不省人事的成旺抱着谈酒 面色涮红瘫倒在地 每个靠近他的小狼都被一脚踹飞 得那就回去一趟 我到的时候 成旺酒还没醒 小狼们看到我 各个激动的热泪盈眶 连忙将战场留给了我 我走过去 斜肩戳了戳他 成旺 地上的人哼了声 半合的眼睛微微睁大 没大没小 我费劲将他从地上扯了起来 成旺的真是一点力都不出 站起来后头 意外就顺势将我压在了沙发上 他贴着我的耳阔 呢男轻患 成秋意 桂花酿青甜富裕的香气 充斥我整个鼻腔 莫喝酒好像也能醉 不知不觉中 我的心跳似乎乱了 成旺呼出的气体 尽数喷洒在我脖梗 痒痒的 他说 我后悔了 我咽了咽口水 假装生气 哼 后悔让我滚了吧 现在来不及了 我后悔捡你回狼裙了 我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狼话吗 我这下是真生气了 七手八脚把人推了下去 成旺的头冬的一声砸在地上 他捂着头坐起来 暗红色的眼睛里 难得有一丝迷茫 但我看着就来气 什么叫后悔捡我回狼裙 早干嘛去了 非要养这么大了才后悔 我静止绕过他 忽然被他拉住了手腕 成旺近乎偏执地看着我 他亲你了吗 我试着甩开他的桎骨 却被抓得更紧 他站起来 粗力地指腹来回蹭我的嘴唇 生疼 别给他亲 我偏过头 什么亲不亲的 你疯了 陈旺一把将我扯进怀中 我疯了 我早就疯了 从那天在梦里看到你 我就疯了 等等 这话茬我怎么听着那么不对劲呢 我应该放你走的 你拥有了新的朋友 我应该为你高兴 可那天我看到你靠近那个傻叉 我真的好恨 恨不得一脚踹死他 秋秋 别跟他亲 好不好 他把我抱得太紧了 我躲无可躲 几句无厘头的话 让我思绪乱成一团江湖 只想跑 他的掌心疏的一到了我脑后 不容置疑地禁锢着 被成年狼以一种看猎物的姿态盯着 属实不太舒服 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他越凑越近 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近在咫尺 但停下来了 我偷偷睁眼看他 颤抖的雨劫下 那眼底对冲的渴望与克制 险些将我烫到融化 承旺的狼尾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 垂在身后浅浅摇摆 姚维起连四个字顿时具象化 我心里似乎塌了一块 他薄唇清起 我们的距离很近 近到只要我轻轻抬头 踮起脚尖 就能吻上他 但是他说 成秋意 走吧 去过你应该有的生活 永远别回来 以你的气氛瞬间荡然无存 我气笑了 承旺 你他妈拿我当狗丸呢 他松开我 我摔门而去 门口蹲守了一群小狼面面相去 秋秋 老大怎么样了 死了 死了 极脸惊恐 但我无暇顾及 逃四的离开了狼群 蛇友们看我回来了 有点惊讶 家里的事都处理好了吗 秋意你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要陪你去校医院看一下吗 还不是怪成望那个傻茶 我甩了甩脑袋 没事 我就是路上跑太快了 睡一会就好 说着躲回了床上 拉上床帘 昏暗的环境中 只有我知道 我的心脏快从嘴里跳出来了 那你要是不舒服 就跟我们说呀 好 你们不用担心我 玩你们的去吧 假期第二天 大家都各自有安排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全黑了我才悠悠转醒 肚子发出抗议的声音 我摸黑下床 在床缝里掏出了手机 小狼们让我有空回一下狼群 还回 我疯了才回去 我吃了一声 踢上拖鞋 出门觅食 路上遇到了班里的同学 也是昨天团 见闹得最凶的那几个 有人尴尬 有人愁 有人满脸歉意 欲言又止 对视三秒 军事无话 擦架过后 我还听到他们偷偷议论 成秋一看着软软的 脾气还挺大 谢 我听到了 我无语地加快脚步 拐过一个墙角 又迎面撞上个人 又是熟人 昨天 差点亲上嘴的那个 好像叫什么王浩 他扶了我一把 可惜 我现在看见工的就烦 我礼貌退开 道谢 错开身子打算离开 却在听到他的话时 停下了脚步 你在跟受人接触吗 我皱了皱眉 脑子飞速转动 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 王浩转到我身前 我嗅觉比普通人好一点 你身上有兽人的味道 人不能跟兽人混在一起 是人类世界的共识 我暂时还不想 被抓去电击治疗 于是选择了装傻 兽人是什么味道啊 王浩意味不明地笑了笑 笑得我头皮发麻 他说 没有接触最好 哦对了 我刚路过你们宿舍楼下 那里似乎有 暂且称他们为人吧 有人找你 我第一反应就是那群狼 但在这还不能露线 应该不是找我的 我没有话说一半被王浩打断 你们身上有一样的味道 则 我烦了 他接着说 如果被威胁 被恐吓 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找我 我家有专门的猎人团队 王浩走了 留我在原地 全身血液都冷了下来 猎人团队 表面上是为了保障人类安全 免遭受人侵害的团队 实际上 他们更多时候 是专门抓捕落单兽人 高价卖给实验室做研究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被抓的兽人 会被活活折磨致死 为了那几只狼的安全 我不能再跟他们有任何接触了 我立马掏出手机 给他们发消息 附近有猎人 不要单独行动 立马回狼群 近期不要再来找我 我坠坠不安 等了好久 都没等到他们的回信 靠 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我转头给陈旺发 是不是有小狼来找我 他们平安回去了吗 我周围有猎人 不要让他们再来找我 注意安全 看到速回 陈旺都不知道行酒没 我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我等啊等 等到四周人渐渐少了 才让小鹿回宿舍 并没发现 有狼来过的踪迹 狼毛都没留下一根 但小狼们始终没回消息 我很害怕 还好 就在我坐不住 打算直接回狼群的时候 陈旺回消息了 知道了 就三个字 他连个句号都懒得打 我憋着火气 耐着性子问他 小狼们呢 陈旺没去找你 没回消息是被我抓去训练了 同时 小狼们的回复也纷纷弹进来 跟陈旺的说法一致 我才略微放心 这口气刚松下去 瞥了眼屏幕 又被陈旺的话 气了一肚子火 他说 以后别联系了 我会吩咐小狼们 不许再去找你 陈秋毅 两清了 曹 什么狼啊 我气得一通电话 直接打了回去 对面犹豫了一会才接听 陈旺 你什么意思 回应我的是一阵沉默 我眼眶阵阵发酸 被人类父母抛弃时 我没有意识 没有认知 这十几年 我早就把狼群当作自己家 陈旺是我最亲近的家人 没想到 我还能有被抛弃第二次的机会 陈旺过了很久才开口 人跟兽人 终究不是一路 不是一路你捡我干嘛 所以我后悔了 我气笑了 口不择言 狼王到底是后悔捡我 还是后悔喜欢上我了 对面呼吸顿时粗重 我继续加码 我还是刚知道 原来狼王是胆小鬼啊 面对感情都不敢承认 借着醉酒宣之于口 然后还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你在期待什么 期待我知道你的感情后 自己吓到逃跑 发现此路不通后 就搞N断一绝这套 让我猜猜 你是想说 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吧 扎人心扉的话 说出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又比他好在哪里 陈旺在开口时 声音尖色的厉害 陈秋毅 我希望你过得好 电话结束了 一起结束的 好像还有什么别的 我私下跟受人接触的消息 不知怎么地 还是传了出来 社友们旁敲侧击 问了好多次我才反应过来 真没有 我举着双手保证 起码现在是真的没有 我已经快两个月 没跟那群狼 有任何牵扯了 只是偶然会在衣服上 发现狼毛 惊觉我们之间 居然变成了这样而已 转眼到了寒假 社友们纷纷回家 我才发现 我没有家 狼群不让我回去了 校内也不让留宿 我急需一个安身的地方 离开了学校 生活成本一下高了许多 我手上的积蓄 在租了房之后 变得捉襟见肘 我开始做兼职 家教什么的 但我经常被辞退 因为教导人 跟寿人的关系时 我总是不愿意 按着教材说 寿人明明就没有那么坏 寒冬腊月 我捧着个烤红薯 在路边等公交 冷得直跺脚 这是我第五次被辞退了 家长怒斥我 不安好心 他抓着我的头发 将我甩出了家门 还说要报警抓我 虽然最终并没有 烤红薯蒸腾的热气 熏在眼睛上 阴晕出一片水汽 成旺 你他妈的 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118路公交来了 我塞两口把红薯塞进嘴里 捶着胸口艰难咽下 默默盘算着 下次去洗盘子好了 起码不会再因为人寿关系 跟人起冲突 到出租后 我发现门口有个快递 我皱了皱眉 最近手头紧 啥都没敢买啊 怀着疑惑 拆开了快递 发现居然是件羽绒服 往年冬天 成旺都会用狼毛 给我打一件羽绒服 用的都是最柔软的底绒 温暖舒适 今年我还后悔着呢 后悔当时没多带点衣服出来 我将头深深埋进衣服中 熟悉的味道 也许是成旺发来的求和信号 我勾了勾嘴角 欢心雀跃 直到身后传来一句 喜欢吗 我蹭一下回头 拐脚阴影处走出个人影 王浩 他脸上一如既往 挂着温和的笑 喜欢吗 我眉心一跳 后脊发凉 我可没忘他当初说 他家有猎人这件事 一件羽绒服而已 我又不是没有 你明明很开心 这是用你那些 好朋友的毛做的吧 笑死 我朋友都是人 怎么会有毛 话虽如此 可 有个念头 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浩步步逼近 别装了 狼人 我说的没错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带着你的羽绒服离开了 我压着门把手 试图关门 被王浩牢牢扒着门边抵住了 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把狼群位置告诉我 我保你一声荣华富贵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我心慌得厉害 不知道王浩跟那群狼 有什么过节 起码我还在的时候 起码成王掌权期间 我们跟人类的关系 一直很和平 王浩脸上的笑容 彻底抹了得干净 那你就别怪我了 他打了个手势 竖刀黑影 从我那逼着的房子里窜出来 草 怎么连我的出租屋都攻占了 他们七手八脚 把我捆了起来 嘴也被堵了 眼睛也被蒙了 我逐渐失去意识 再次醒来的时候 满鼻子的血腥味 令人作呕 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 也是触目惊心的鲜红 我的好友 小狼们隐隐一息趴在地上 他们甚至没有力气 在维持人形 一个个双眼无神 鼻子嘴巴处一出鲜血 足见他们受到了 怎么样的折磨 王浩敲着二郎腿 坐在不远处 脸上满是诡诀的笑 醒了 我试着扭动身体 可双手双脚都被绑在椅子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靠近我 他掐着我脸 逼我朝向小狼们 睁开眼看看啊 还想说你跟他们无关吗 我牙关紧咬 你到底想干嘛 很简单 我只是想要狼群的具体位置而已 我不知道什么狼群 远处是小狼微微张开了嘴巴 肚子一阵抽出后 直接呕出一口鲜血 看得我心脏就成一团 王浩拍了拍手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在演什么情深意重 一个不承认来给你送羽龙符 一个不承认跟狼人有关系 在我的认知里 受人并不是很重情的东西啊 小狼催了一口 气弱油丝 那你他妈认知有够浅薄的 话音刚落 他一只狼爪就被人狠狠碾进地里 骨头碎裂的声音 仿佛贴着我耳边响起 小狼绝望的哀嚎 在不大的空间内仿佛回荡 住手 王浩笑了 好像早就料到会这样 都是人 我也不为难你 狼群的地址 每详细一分 他们就多回一个 我闭上了眼睛 除了这个 我只要这个 给我一点时间 王浩答应了 不过 多拖一会 他们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我看着性命垂危小狼们 弯心一样痛 秋秋 别怕 我们没事 我们每次出门 都跟老大约定好了的 到时间没回去 他就会来找我们 秋秋 老大今年也打羽绒服了 你看到了吗 我勉强扯出笑容 看到了 但我还没原谅你们老大 改天让他来亲自跟我道歉 王浩冷喝 给你时间 是让你唠家常的 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 脑袋里那根弦 绷得越来越紧 背在身后的手指 最大限度地活动着 还好 陈旺教过我这个 我能问下为什么吗 你看起来很讨厌狼人 你记得给你做家教的 那个人类老师吗 我记得 那是个很温柔的女性 从我小学一直教到初中 她是少见的中立派人类 其一生都在为了 给受人争取平等的利益而奋斗 我现在对于人受关系的思考 很大程度上受了她的影响 仔细回想一下 王浩的眉眼 跟那位老师 还有几分相似 我直接开始套话 我记得呀 你也认识她吗 她过得好吗 就差一点了 那缠在手上的结 就差一点了 我没露出半点异样 其实心里快急死了 王浩点了根烟 吞云土雾 不太好 她死了 忘记是哪天了 她给你家教完出来 死在了人寿边界线上 我瞳孔顿时紧缩 你以为是狼人干的 难道不是吗 我肯定道 不是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那个时候陈旺已经是狼王 他在位期间 从来没发生过袭击人类的事 更被说 袭击他亲自去请的老师 你他妈觉得我会信 我妈被发现的时候 全身都是这种味道 这种跟你身上 跟他们身上一样 恶心的味道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绝对要你们给他偿命 王浩赤红了双眼 他掏出了一把手枪 对准了我的脑袋 妈的 先打我干嘛 还好我手中的结已经成功解开 我蹬腿侧身 单手撑在地上翻滚 滚到了小狼们身边 小狼狼找一挥 勾开了我缠在腿上的绳子 碍事的椅子被我踹开 对破空而来的子弹 打得四分五裂 目屑满天飞 一声低沉的狼嚎传来 陈旺到了 他换出圆形 尖锐的爪子 在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直冲着王浩而去 本该保护王浩的一众猎人 却四散开来 我按道不妙 王浩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狼人害他妈这是年代久远 难以界定 但如果现在 此刻他被狼伤了 那就是板上钉钉 所有人都会群起而攻 兽人本来就不高的地位 将再次受到威胁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咬着牙 飞奔过去挡在了王浩身前 承旺的利爪离我不到一步 带来的利风吹扬起我的头发 还好 他停了下来 我的心脏也差点停了下来 我说了口气 走上前去 抱住了他半人高的头颅 有误会 别伤人 承旺看着我 嗓音沙哑 目光哀怯 所以你站在他那边吗 你他妈脑子有病 我是你养的 不是他养的 我站他那边干嘛 本来就生气 碰上个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把我往外推的傻叉 更生气了 我弄好了一把他的狼毛 听好了 报警 取证 不准伤人 伤了人 那就是受人的错 人们只会相信他们想相信的 没有丝毫转环的余地 但没有伤人 就还有得完 毕竟当初签的是和平条约 不是霸王条约 承旺被我骂猛了 愣在原地 任凭王浩再怎么挑衅跳脚 他都没有反应 对此我很满意 一众吃干饭的猎人 终于打算加入战局 但承旺被我拎着耳朵 一动不敢动 我们就守着那几只受伤的小狼 一直等到了警车的到来 王浩的目的没有达到 他想跑了 我问承旺 你一只狼来的 不是 外面有其他狼 行 堵好门 别让他溜了 不准伤人啊 承旺点点头 对着外面熬了几嗓子 一会后 人啊狼啊的 全被压上了警车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网上众说纷纭 激进派要求 让受人永世为奴 保守派认为激进派太过保守 极少数的中立派 可以忽略不计 一来一回的 还牵扯出了前程往事 也就是王浩他母亲的事 法庭上针对此次事件 审了一次两次三次 争论不休 直到有人站了出来 说知晓当年事情的全貌 这团糊涂账 终于有了进展 律师前往取证 我申请了随访 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来到了目击证人家中 对方说 这件事过去太久了 还是被人提醒才想起来 他曾经是矫正式的一员 矫正式 矫正人格的地方 有人类跟受人接触被发现 就会被送来这里 电机或者是什么精神药物 或者体罚等等 直到送进来的人 再也不敢提受人两个字 连听到都会发抖 害怕想要逃跑 才被视作矫正成功 可以离开 其过程难以想象 他说 王浩母亲的矫正过程 是最长的 所以有点印象 日复一日的电机 一次比一次加大的功率 都无法使他改口 他永远坚信 受人有善恶之分 不能一棍子打死 直到某天 他再也无法开口了 出事了 上面的人为了压下实践 将人丢回了人寿分界线 这个目击证人 当时不满上面这种做法 选择了辞职 又因为长期在高压环境工作 患上了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 生理加心理 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 直到今天 他才成功将这件事说出来 网上的风向变了 有人进出狼群数次都没事 最后被自己人弄出了事 滑天下之大击 我有预感 要变天了 这次事件 终于有了新的调查方向 王浩多年的恨意变成笑话 据说精神面临崩溃 受人则是完全退去嫌疑 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正在程旺家 啃麻辣兔头 而程旺本人在旁边忙 忙什么不知道 反正就是在忙 一分钟八十个小动作 不知道他想干嘛 小狼打着石膏 缠着绷带靠近 小声曲曲 秋秋 老大研究手是舞呢 扑 刚进口的饮料全喷了出来 我憋笑 憋到面目猙獰 程旺明显也听到了 脸色比锅底还黑 好在终于停下了他的小动作 小狼眼见不妙 溜了 程旺走过来 沉默地收拾掉桌上的垃圾 然后坐在我身边 我将头撇开 狼王不是要两清吗 邱逸有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我想等你长大一些再聊 你是觉得我没办法对你负责 我只是怕你后悔 人类世界有太多 你还没有接触过的事物 也许等你再长大一些 你就会发现狼群不过如此 程邱逸从不后悔 多年后 我成了事务所里最优秀的律师 专门处理人寿纠纷 但这远远不够 我想要受人能光明正大 站在这片土地上 我想跟程旺手牵手 一起走在嘻嘻嚷嚷的街道上 我在法庭上的舌战群儒 每一次都是在为他们 多挣一份光亮的地方 终于 在某天 原来的人寿和平条约被推翻了 委员会跟人寿联盟 重新开始编排合约条例 我多年来参与的案件 是重要的参考标准 一天 一月 一年 在最新的合约跟规定出台时 我知道 我成功了 王浩的母亲也成功了 政策推广至全世界上需时间 但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又回了狼群 程旺此时已经在退位边缘 新的狼王展露头角 我依旧在啃麻辣兔头 程旺 初心归了你知道吗 嗯 那明天去联盟领结婚证 好 全文完 翻外 程旺视角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捡了个人类小孩 老狼王让我想好再做决定 这关乎他的一生 看着他稚嫩的脸庞 我忽然就决定了 我要养他 秋天捡到的 就叫秋逸 跟我一起姓程 叫程秋逸 老狼王看我下定决心后 就不再过问 只是偶尔提醒我要为他的将来考虑 于是我长期在奔波在人类世界 找老师 买教材 托关系办 各种各样的证件 还好 总算是让他的人生履历 跟普通人类一样 我将他当孩子养 当妹妹养 直到那天 我误闯了他的房间 我才发现 那小豆丁已经亭亭玉立 至此 事情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他频繁出现在我梦中 我唾弃自己 强迫自己远离他 忘掉他 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 我急了 将他赶出狼群 想用距离一根时间 让自己冷静下来 效果一般 我的自制力远 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好 看见他在人类世界过得好 我很高兴 但看见他跟别的男性接触 我就极度的发疯 心里滋生的 全是扭曲的疯狂的念头 醉意最上头的时候 我甚至想把他关起来 只给我一个人看 但我不敢 我说我后悔捡他回来了 其实是后悔他的人生 被我破坏了 他本来就应该站在阳光下 被众人簇拥着长大 但因为我的多管闲事 他可能一生都要跟兽人搅和在一起 邱逸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胆小鬼 我没办法将他推远 所以借着九七发疯 想让他看清 我是直连畜生都不如的龌龙 虽然过程曲折 但最终 我的目的达到了 程邱逸将彻底脱离狼群 过上正常人类该有的生活 只是 我今年新打的羽绒服送不出去了 小狼们哭着说 邱逸过得一点都不好的时候 我装都不在乎 他们把羽绒服偷走的时候 我甚至有几分期待 期待邱逸的反应 期待 不 应该说幻想 幻想他回到狼群 幻想我们回到从前 又过去了很多年 邱逸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大人 他变得成熟 稳重 更加耀眼迷人 我甘愿沉沦 他说的对 我是胆小鬼 但程邱逸不是 我常常后悔 但程邱逸从不后悔 他无数次直白且热烈地向我传达他的爱意 就跟梦一样 然后 美梦成真了 翻外玩 翻外玩